猫咪耳朵不脏但是会挠和摇头 赵一强 职业寿医师 当发现猫咪的耳朵里面不脏 但是会有挠耳朵和摇头的症状表现的时候 首先主人要考虑 有没有猫咪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耳朵有净水 导致猫咪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表现 还要看一下猫咪的耳道粘膜的颜色红不红 如果猫咪的耳道里面的粘膜颜色发红 很有可能猫咪患有耳烟 引起这种骚痒的症状 出现抓挠摇头的表现 除此之外 猫咪出现挠耳朵和摇头的表现以后 也多鉴于猫咪的过敏 有可能是饮食当中或者环境当中有一些过敏 导致的猫咪出现这种耳道面部的搔痒 除此之外 猫咪的耳道里面如果有一些真菌的感染 通常也容易引起搔痒的表现 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到专业的宠物医院采样 做染色显微镜检查 确诊以后 对症之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